大家好,本專題題目為神刀小學堂 在報告之前我們先來看一段30秒的短片 我们去拜訪的神刀傳人施智輝 施智輝大師是一名神像雕刻家 以细腻的雕刻功法出名 曾獲得第十届民族藝術新傳獎 并且舉辦多場的作品展覽 它是在怎樣的機緣下接觸到它呢? 如此寶貴的傳統記憶 將如何在萬事求快的時代傳承下來 讓我們一起探索神像雕刻的奧秘吧 現在我們進入主題 本專題目錄包含前沿、文献探討、專題設計、專題成果以及結論和建議 研究動機 鹿港是一個充滿傳統文化的小鎮 本專題訪問到鹿港木雕大師師智輝先生 我們將以數位資訊、創意加值、雲端應用 來達到文化推廣的永續經營 研究目的 整合多媒體及雲端科技建置線上網站 探討雕刻傳承的重要性 以及了解製作過程和專業知識 研究方法 我們的研究方法分為以上四種 文献分析、實地訪談、運卷調查以及網站規劃與建置 研究流程 一開始先臨定主題、製作專題企劃 經過一連串的資料匯整及實務設計 最後加以修正與維護 文献探討、學意歷程 師傅一開始的緣起中間釐清作折、最後堅持動力 都是值得效仿 三大派系 師傅隸屬於全州派 雕刻方法嚴肅謹慎 而神像與座椅是分離的 加深了雕刻的難度 雕刻比例 戰七、行六、作五、唯獨門口訣 刀刀都要非常細心雕琢 才能展現神像氣勢非凡的樣貌 雕刻流程 分為16道雕刻製作流程 每一道步驟都要非常謹慎且莊重 才能雕出最莊嚴的神像 史瓦特分析 從內部優勢面來看 雕刻不拘謹於神像 也能雕刻多種藝術品 師智慧大師著名的雕刻 有人聲試唱及動物系列等藝術雕刻 內部劣勢 因講求手工製作 所以無法快速交貨 加上難以吸引大眾購買 導致經營不易 外部機會 文化局不定期舉辦展覽與推廣 讓更多人了解其雕刻文化的重要性 外部威脅 因現經各國貿易往來頻繁 外來進口神像也變得容易 在市場上也有多元選擇 像是機器雕刻 專題設計 網站架構 本網站規劃分為 緣起、記憶、工法、點藏、商傳等級大學習區 設計理念 運用技概所學 Illustrator、Flash、威力導演 及商概的SWAT分析和網路行銷 將專業課程所學實際應用 延伸多媒體教學網站規劃 影片紀錄、研究分析 及雲端應用五大核心價值 券券分析 從結果了解到 大多數的人對這項傳統記憶是陌生的 但能有91%的人認為這是台灣的特色 不能失傳 更有23%的人有醫院想學習 所以我們想藉由網站推廣 提升大眾對雕刻的了解 專題成果 這些是本專題所製作的成果 分為網頁設計、短打影片、賴貼圖、周邊商品、動畫影片 以及行動學習 網頁設計 左方LOGO的小字 記憶傳新印夾子 簡素是智慧師伏活環的六十年 右方小路 因師伏在路感變入單位及項目 以上是尊為師伏最長教課的成像 這是利用繪圖網體 以及網頁軟體製作而成的營畢業 內藥以單色系列為主題 再加上都學小動物以及妙語的 活潑中不識端眾 而指標語到上班按鈕時 還會出現可愛生命營運招呼 並導臨大陸他所掌管你去 讓讀者能愉快的心情進行學習 反彈影片 本小組兩次前往路感 防護神刀傳人師智慧 與他的徒弟陳中衛師傅 並到廟宇南陳師傅為我們進行講解 耐鐵圖 神像系列 神刀傳人系列 錄系列 書恩空系列 每款填圖都有著不同的意義 周邊商品 一些為我們所製作的產品 有衣服 徽章 以及手機超市部 動畫影片 動畫內容 微信賴鄰居 和是智慧師傅之間的互動 從中可增加對雕刻記憶的認知 行動學習 透過微博一鍵自神刀小學檔 有電腦版 與手機版兩種 讓讀者能更為便利的學習使用 拿出手機對本QR Code進行掃描 就能在行動專制上看到神刀小學檔多媒體網站 結論建議 把多次反彈等所製成資料進行整理 並分為結論及建議 結論 將其目標文化運用速度化方式進行文化的點善 讓更多人了解神像雕刻的進化所在 也可以應用線上免費支援 例如社群平台Youtube 並供入雕像過研究於農村產業職業式應用 建議 建議店家設立形象招牌一一尋找 對外可以不定群群舉辦活動讓民眾體驗 本專題報告完畢 感謝大家的聆聽